我们先来把这个鸡屁股给它切掉 然后把鸡头也砍掉 然后把鸡沥干一下水 我们这个呢是沙姜 它的味道呢跟其他姜是不一样的 这个姜比较香 这个在网上呢也是很容易买得到的 先给它清洗一下 一半半次都可以 接下来处理沙姜 剁碎的沙姜呢给它放到碗里 这个盐质的酱料呢要稍微咸一点 我们加入两勺油 然后再加入一勺生抽 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花生油 给它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就来腌制这个鸡 把鸡的全身呢都涂抹上这个酱料 这样子当闻到这个酱都很香了 最后把剩下的酱料都倒到鸡的肚子里 然后把这个鸡呢放到电饭锅内档里 再把剩下的汁也倒进来 然后再腌制一个小时 好了现在就来把鸡放到电饭锅上 按上煮饭键大概是40分钟 注意在焗的过程中呢都要给它放几次生 盖上盖机去焗 好了我们的沙姜焗鸡就做好了 好把它拿出来 好把它拿出来 小菜吃了 小鸡 那我帮你做的翅膀出来 还有个腿留给你 香了好脏啊 看我也水快 吃得我都流口水了 我们这个沙姜焗鸡的做法呢 特别的简单 然后做出来的鸡肉特别的香 特别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感谢观看